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在76岁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交往过的女人超过五位数 而且这些还是筛选过的 如果不筛选 这个数远远打不住 有人统计称 她每年平均要换172个女友 就在去年84岁的高龄 赵世增又换新女友了 她被媒体拍到 牵手两位小美女甜蜜逛街 你再看看刘鸾雄 她早就玩不动了 才66岁的时候 就不得不花三亿换了个肾 现在已经老老实实 在家守着老婆过日子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刘鸾雄在赵世增面前 连个渣都不算 而和赵世增同岁的谢贤 也号称一生风流 但在赵世增面前 也是心服口服的说 我起码都追不上她 赵世增出身富庶家庭 是香港传王赵从衍的第三个儿子 但是他从小就不爱读书 不受父亲的待见 父亲退位的时候 他也没有分到家产 但是头脑灵光的赵世增自立门户 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很快成为地产界的亿万富豪 他曾经参与设计了香港第一家星级酒店 还获得过世界杰出华人奖 凭借自己的努力 赵世增身家达到数十亿 成为了富豪 与霍英东 李嘉诚 王德辉 郭炳香 冯景熙等大富豪成为了好友 只是与这些富豪好友 凭借财富获得巨大的知名度相比 赵世增获得知名度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情感生活 他的情感生活实在太丰富了 在还没有独立门户之前 赵世增就因情感生活有了名气 那时他认识了香港影坛大佬 邵义夫 赵世增与邵义夫走得很近 他的目的不是想借助邵义夫进入影视行业 而是基于邵义夫旗下的女明星们 他经常跑到邵义夫家参加舞会 去得多了他俘获了不少女明星和选美皇后 女星盈盈 姚伟 方怡珍 陈凤芝 乐贝等人都与他有故事 多年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赵世增曾经自豪地说 年轻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全是女明星 都是他们自己黏过来的 是觉得我对他们的娱乐事业有帮助 有多些宣传作用 我可以说是被他们利用 有意思的是赵世增虽然人在花丛中 却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他对外也不会谈不婚的理由 他说我一生的幸福最重要就是不结婚 结了婚不会有这么多年开心日子 自由无人管可以日日新款 他还说结婚很麻烦 尤其在香港当前的法律体系下 对方会分割走大量的财富 不结婚则要安全得多 简而言之 赵世增想要充分的情感自由 还不想将自己赚的钱分给女人 他也的确说到做到 与刘兰雄李嘉诚 这些对女人都是大手笔花钱的富豪不同 赵世增对于自己的女友很抠门 女友跟他出席活动 所带的珠宝只能从他那借 用完之后还要还回去 做他的女友捞不到什么好处 与赵世增谈过一年恋爱的巫人 就曾对外埋怨过赵世增孤寒 爆料赵世增曾过年只给他700元的零用钱 虽然做赵世增女友捞不到什么好处 也无法成为赵世增的合法妻子 还是有三个女人为赵世增生下了孩子 1977年 赵世增和女星姚伟相恋 1979年 姚伟为赵世增生下了女儿赵世之 看透赵世增的姚伟在生下赵世之之后离开了赵世增 她说她总以为所有女人在她身上都是为了钱 所以我决定什么都不要 抱着女儿离开搬到父亲的连租屋住 姚伟也很争气 后来凭借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页中的《金大班》一角成为知名女星 在赵世之五岁时 赵世增又与女星盈盈生下儿子赵世浩 与盈盈分开后 1992年 赵世增与比自己小30岁的美籍越南裔女子 特利·霍拉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海鲁空订婚仪式 李嘉诚都跑去参加 那时大家都以为风流的赵世增要收心好好过日子了 但显然事实证明大家想多了 1994年 特利·霍拉迪为赵世增生下了儿子赵世正 没过多久 两人就分手了 不结婚还有了孩子 赵世增在情场更加肆无忌惮了 有钱有时间有精力的赵世增在年老之前 每天能做到和一到四位女性约会 她还花4000万元 买了一艘长110英尺的游艇 取名海上乐居 每逢周六 她必会带着女友出海 非常潇洒快活 对于有人指责她太过于享乐 她也不在乎 她直言 我最大的快乐就来源于女人 赵世增不仅自己享乐 还教两个儿子享乐 她对外直言 要将儿子培养成全香港最棒的泡妞高手 她将她的泡妞秘籍告诉了两个儿子 那就是千万不能沉迷一个女人 她还对媒体说出了她的两大泡妞要领 一是让女人主动粘上来 不是见到美女就追 二是把握主导权 赵世增对儿子们的教育很有效果 赵世增在23岁时一天就能和六七个女人约会 赵世增还在媒体面前大赞赵世增 这个儿子真是厉害啊 比我十多岁时还行 她还说学校的美女很多 也喜欢金发美女 叫我教她两招泡妞秘诀 十岁的小儿子都会说以后要有两个女人 让她们互相竞争 当儿子在情场纵横时 年纪越来越大的赵世增也没有闲着 她对媒体自曝交往过上万女友 并且为了找到自己中意的女友 她出资赞助国际旅游小姐比赛 还将赛事安排在自己的豪宅举行 赵世增的钱也没有白花 通过国际旅游小姐的比赛 她和19岁的女孩Givana好上了 比赛一结束她们就同居了 只不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赵世增开始远离女明星和学美皇后 她坦言 年纪大了 觉得一个人开心不可以这么高调 反正我已经够多人认识了 再泡女明星还得了 岂不是火上加油 真的会烧死自己的 对于女明星 年老的她最多就花费百万 请林志玲参加她开发的楼盘的活动 在活动现场 牵着林志玲的手不放 也仅限于此了 放荡的赵世增也遇到过麻烦 还差点危及生命 2001年 赵世增带着两名女友在深圳玩乐 半夜在路上遭到绑架 赵世增以为对方屠材 于是让他们拿去了身上的钱 和价值不菲的名表 但是对方反而更加凶狠 好像专为报复而来 严于花甲的赵世增 竟然在肉搏中 带着两位女伴跳河成功逃生 不得不令人佩服 只是赵世增没有想到 还是有一个厉害的女人出现了 这个女人不仅能气风她 还要拿走她的钱 或许是目睹了父亲的荒唐行径 赵世增已经对男人失望透顶 反而在同庆身上找到了温暖 2012年10月 赵世增的女儿赵世增 在北京公开承认 和相恋七年的布尔表太子女杨如新 已在法国举行了婚礼 赵世增和杨如新成为首队 公开承认同性婚姻的香港名人 得知消息的赵世增非常生气 对港媒直言 年限没这回事 她对外坚称女儿依旧未婚 为此她还特意花5亿 在全球为女儿招异性女婿 后来又增加到10亿 对于女婿的标准 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是中国人年龄比赵世增大 不用很有钱 但最重要的是赵世增要喜欢她 赵世增重金招女婿的行为 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美国的一家电视台 还特意跑到香港采访赵世增 也因这番高调招序行为 赵世增收到了2万多封 招序的应征信 遗憾的是 赵世增对男人没有兴趣 这些应征的男人 她一个也没看上 最终还是赵世增妥协了 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后来赵世增好不容易 和杨如新离婚了 但新的恋爱对象还是女性 在女儿的情感问题上 赵世增最终只能任由她去了 虽然赵世增在感情问题上 让赵世增头疼 但她的工作能力非常突出 在赵世增的公司职务不断晋升 目前已成赵世增的事业接班人 对于为何重用赵世增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赵世增直言 公司的立场是 谁有才干谁就生 她在公司工作有成绩 做事有交代 做得很好 这同时也意味着赵世增在赵世增去世后 会继承赵世增的大部分财产 事实神奇的是 赵世增一辈子不结婚 不想让女人分她的钱 最后她的大部分钱财 还是落在了女人手里 甚至有网友笑颜 没想到赵世增的母亲姚伟 成了最后的大赢家 如今85岁的赵世增 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依旧很好 在今年还被媒体拍到和新的小女友一起逛街 对于自己的过往人生 她不觉得有遗憾 接受媒体采访时 她直言 年轻时条件好 风流一下又何妨 所谓人不风流往少年 风流本无罪嘛 她还说 我想鼓励人有智者事进城 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变成今天的赵世增 开心生活 做运动 有健康 因为现在见到很多年轻人抑郁 前路茫茫 我都是白手起家 虽然爸爸有事业 但我每分钱都是靠自己挣回来 对于自己的人生 赵世增很满意 现在的她 唯有希望下一代懂事一点 做得好一点 至于她自己的对与错 那便认识人评说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余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